哈囉Junny 今天呢是網拍板娘幫我搭第二集 我今天就直接穿著睡衣開場了 那這次呢 我也是找了三家網拍的板娘 請她們幫我做搭配 那如果你還沒有幫我第一集的話呢 先看完這一集 再去回顧一下第一集 這個單元主要就是我會找三家網拍 然後請她們的主理人 老板娘幫我做搭配 完全是按照她們的方式跟風格 就不用為了我著想 可以呈現她們品牌的樣子 跟板娘自己喜歡的搭配就好了 放在我身上看適不適合 因為我都會覺得說 雖然我很喜歡嘗試這種風格 可是呢 遇到某些特定風格的衣服 我可能還是不會把它放在優先購買 我一定會買平常我更喜歡的嘛 比較不會接觸的風格 我一定是擺在後面一點 所以用這個單元呢 就可以讓我穿到更多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順便也給大家參考 這一次呢 我特別和上一集不太一樣的做法 我選了三家完全不同風格的網拍 上次其實沒有可以分類風格 我那時候是先立刻想到我朋友們的品牌 所以我就先直接去跟他們接嗆 第一集我的風格是有點太相似 少了一點參考性 所以我這次呢就非常用心找的三家 真的是完全不同風格的 首先呢 這個就外包裝非常明顯 是Meg的MiniMators 然後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他們的穿搭在我的IG 這家很明顯就是Meg的風格啊 它是主打小個女生嘛 可是其實它很多件 高個也可以出來耶 哇 很多件耶 喔 喔 喔 卡片掉出來了 其實這個環節我最喜歡就是看卡片 Meg的字也太漂亮了吧 你們看 真是可愛 它上面寫 Hello Juni 感謝你清甜MiniMators 線上兩套搭配給你第一套 想搭出休閒又時髦的模樣 如果搭配簡約拖鞋 梳成小獅法 獅法 肯定Pretty到不行 這套的褲子特別準備有 出Plus尺寸的款式 雖然MiniMators以嬌小女生出發 但只要是Plus系列的褲款 褲長都是加5公分的唷 高個也能穿 那第二套是選了我喜歡的 Oh My God 它只要我喜歡合一邊 Meg之后我喜歡合一邊 再配一條林家感的牛腮短褲 結合你美到天邊的腿 括號嫉妒肯定美意動人 如果綁個半丸子頭 應該會很適合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單品 合搭配Meg 好 我們直接來開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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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小禮物 看透我的美化妝包 哇 這個包包好可愛喔 有點T型 然後上面有他們家很經典的 品牌花朵 先一個一個來拆 首先拆了這個 抹茶色的 薄針織無袖背心 不會讓你太熱的那一種針織 有點透透的有沒有 很Q 哇 這顏色好好看喔 這種針織背心很少做成無袖 再來我先把它開完喔 這個呢是這樣透透灰藍色 布料紋路很像髮絲紋皺皺感 它後面有做隱形拉鍊 短褲 我最喜歡這一種短褲了 中高腰牛仔短褲 哎呦好可愛喔 喔 就是它的這個 家常的高腰落地褲 它上面有抽繩設計 灰色的 然後上面有抽繩 好 先來換這一套 GO 第一套 第一套因為他說 可以綁半腕子頭 所以我就把它綁起來了 我們現在來聊上衣 上衣一穿上衣超級明顯 荷葉的立體度都跑出來了 然後它的這個邊邊 其實小滾邊有一點荷葉的元素 不會太浪漫誇張的那一種 就是它是一個 新手入門荷葉的時候 很好的選擇 這種透沙式通常就會擔心說 哎呀 會刺 會癢 粗粗的 不舒服的存在感 可是這件完全沒有 我剛剛這樣揉啊 這樣揉 不會 因為我的左肩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超級容易 會覺得刺癢 可是這個是完全不會 然後因為它是灰藍色嘛 所以我品口是灰色 我覺得還蠻搭的 那你覺得這樣啊 好害羞 你就可以穿背心 灰藍色啊 淺米灰 應該也蠻適合的 然後這一件也非常好傳托 因為它後面就是 像這樣子的拉鍊 整件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尺寸你們一定要多注意 覺得很好看 這種透透的啊 你要穿得很辣也可以 你要穿得很 臨家感也可以 你可以配個西裝外套 就很好看了 好 然後下身呢 是搭配這種高腰的長褲 它的面料摸起來就是那種 西裝褲的材質沒有錯 側邊超級貼心喔 它有做隱形拉鍊 但它後面有鬆緊拉 正面是正常的褲頭嘛 後面是有一段鬆緊的 整個人很挺 很俐落的感覺 可是後面又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做的比較高腰 它是有蓋到我肚臍的 上面有做綁帶的設計 我自己私心喜歡把這個綁帶 綁在側腰 感覺很有造型感 但反正正中間也是可以啦 甚至不要這條腰帶 也很好看 算是多搭配型的 褲子長度有身高168 穿起來是剛好蓋到鞋舌 小可鞋 我自己最喜歡的褲子的長度 長褲喔 是那種可以完全覆蓋鞋舌的 是最好的 上身跟下身的顏色 看起來是非常的美 這一套真的很實用 因為這一件上衣 你要拿去搭配散裙 你可以很浪漫 搭配這種褲裝 再配個西裝外套 你又可以很帥氣 有沒有這樣看起來 好像沒有很吃法耶 抹了一些油 你們覺得我成功嗎這一次 第二套抹茶色的這一個 背心上衣給大家看一下 它穿起來就是一個很有精神 這個顏色也是 因為比較低彩度嘛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太過鮮豔 讓你顯黑 如果是這種綠我可能覺得 有點危險 但如果是這種抹茶色 其實還蠻好駕馭的 只是呢 我自己認為我自己私心 不會在素顏的時候穿這一件 會看起來更沒有精神 就是我的黃肌膚 跟我的暗沉辣黃感 更沒有朝氣的感覺 這一件的油點是穿起來 是完全不刮不癢 然後旁邊呢 它這裡蠻高的 所以那個內衣的這個橋樑 就不怕露出來 這裡的話呢也不會開太低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安全舒服自在 日常好用的一件無袖的上衣 這個針織的細薄度啊 我覺得夏天穿是完全可以的耶 真的還蠻涼的 但它也不會抬頭 不會那個內衣的紋路都跑出來這樣 在下身的話呢 我穿是有一點點小風 但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的褲襠就這一塊 做的比較沒有那麼長 所以我坐下來可能尺寸也不對 但是坐下來就是 好扁 我平常夏天都穿M號 然後這件穿M號就是有一點小小小緊張 但還是可以正常的呼吸 扣子也很順利的扣起來 那它下巴已經把你的那個折子折好了 已經縫死了 就不用擔心它會掉下來 很有造型感 那顏色是這種水洗藍 夏天一定會喜歡這種顏色 但是呢它這件長度還是偏短暈暈 所以我坐下來的時候 高個穿短廓的時候應該很有感 就這一塊會直接碰到鼻子上 給你們參考那種穿起來的感受啦 再來第二家 是我們熟悉的Puzzle 好大一箱喔 喔 哇 是一個抱枕嗎 這個形狀是 手嗎 五指衫 Hi-Fi的感覺 是吧 好可愛喔 拿去新家用 好多 啊有狗狗的東西耶 你們看狗狗的衣服 哇 有點淺奶茶色的紅花洋裝 有袖子的這一種 還有一個短裙 哇 我最喜歡這一種的了 就是下面又有 波浪感 荷葉感的 可愛的霧藍色T恤 比較寬鬆感覺的 他們家的貓貓狗狗圖案真的超級Q 我真是太尷尬了 我剛才這邊什麼 七天大聖喔 這個呢是一個貓咪圖案 打開之後呢它就膨脹 變成貓咪的尾巴 貓咪的臉 形狀 這樣子 我電視看太多了 好 首先第一套呢 小羊他這一套的概念是 在家 或者是出門都很時髦的寶貝親子妝 所以這一套其實是跟這個 毛小孩的衣服搭起來的 這兩個顏色就非常的滿足對不對 好 我們先直接來這一套 GO 好 首先呢這個超級可愛的 貓貓狗狗T恤 這個藍色就是很好看 它是帶點低彩度的 其實很好搭 我冬天很喜歡霧藍 更灰色調感覺的 但是我夏天喜歡更亮彩的 這就是我會喜歡的那種藍色 有點接近蘇打冰的那種感覺 那它的料質也非常好 它是美國棉的 所以很親膚沒有什麼問題 那也是寬鬆版的 會覺得舒適 那就算我一會把它穿到爛掉 然後去當睡衣 OK的那一種 那下身搭配的是這種白色 細白折的荷葉波浪短裙 它裡面其實是褲裙 它裡面的內裡是做成褲子的樣子 當然你活動起來會比較輕鬆 可是因為它裡面內裡 畢竟還是白色的 這個風以來肯定還是會吹起來 就會危害羞 對於我168的生活來說 我覺得這個長度很剛好 搭配球鞋啊 配個中筒的話 就很有朝氣了 對吧 這我喜歡 然後我想要試這個 好 我換上了這一件 碎花米色系的洋裝 欸 之前拿起來效果超級好 瞬間就是溫柔時髦的那種小姐姐風格 好像講話就是 不能太大聲 氣質呢 瞬間有提升一點 就是不說話的時候 好 而且它上面有我很喜歡的荷葉風格 那這個荷葉一樣是不是太誇張 你比較日常 然後好駕馭 不會挑人穿 或者是你覺得場合 就好像太尷尬 穿得太華麗 這個呢 你逛街約會見家長 或是你今天要去上班 你配個西裝外套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以及這個顏色它雖然是淺色 可是它完全不透耶 不可能它做雙層的關係吧 內衣這個區塊是沒有那麼透的 但袖子的部分 因為它只有一層而已 所以它這裡會有點 肌膚若隱若現的感覺 這裡呢 風景彈性 很舒服 不會勒 領口開得小 但是還是可以露出一點點的鎖骨 那後面它是做那種水滴扣 整體的長度它是落在我膝蓋下方 大概一個拳頭的位置 就還沒有落到那個小腿肚的中間 所以這一件呢 小個一定可以穿 配球鞋可以 但我就是配涼鞋 感覺是更溫柔的 小羊友 特別說可以搭配這樣子的小髮夾 這個形狀的髮夾 都是那種美容材料好像會賣的 然後都是那種素面單色 醜醜的 它貝殼感光澤真的很好看 這個夾子 這一套呢 就是很有女人味的那一種 但如果這兩套 你要選一套的話 你們覺得我更適合哪一套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平常我是會更喜歡這種T恤配短裙的穿搭 但我真的很多這樣子的穿搭了 就會覺得 是不是有時候還是可以這樣子浪漫洋裝一下 你們覺得呢 再來 這一家的風格呢 跟前面兩家也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這一家叫做Souces 然後他們家比較走那種有一點信仁 但知識風的概念 你看到他們家會想到小賀的那一種 喔 很時髦的涼鞋 套大拇指 但是呢也有攜帶的這種涼鞋 平底的 兩邊不對稱的小背心 是沒有BRAW的那一種喔 這件裙子 綁在裙 不是 紅料子的 長袖的襯衫 都是米色調 本娘叫做夏夏 她說呢 我一直覺得你是個帥性又開洋的女孩 所以特別為你準備了一套巨巧思的單瓶組合 無論是分開穿搭或是成套的穿搭 都很適合每個不同感覺的日常喔 那渣馬尾 我一直在剛好渣馬尾 穿起來一定超有型又可愛 背心是墨帶而眠的材質 配西裝外套也是很有層次感的喔 那鞋子的話就是利用錯位的線條 滿滿的設計感 很百搭 而且還很神奇的可以修飾拇指外翻喔 我等一下就穿穿看 好 我們直接換上囉 好 接下來就是Souces 穿搭了這一套 它有質感 處處都是小細節 真的是處處 我們先講這一件短板的 米色長袖的外衣好了 這一件是你可以當襯衫 把它全部扣起來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外罩外套的感覺 這個的袖子 它是做有點這樣 這裡是微膨感 它不是順順的 它不是正常的袖子 一點點小心機 這樣子的時候會特別感覺到 有沒有 它這裡是這樣一塊弧度下來 很有造型感 以及呢 它的這個扣子 超級好扣的那種啪啪扣 有沒有 這一件它是很輕薄 但是有紋理的那一種奶油色 就它本身布上面有一種微皺感 這不是燙不平喔 就是它本身布料有的紋理 這個奶油色真的很有質感 這裡還有兩個可愛的口袋 所以像這樣子的外套 我覺得簡單搭配牛仔褲就很好看 翻褲啦 或者是牛仔短褲 我覺得應該都沒有問題 在裡面這一件 它剛才有說是末代人名嘛 它的彈性Q度一定是有的 然後它很薄 但是它就是黑色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透什麼 隨意一件 屏口內衣就好了 這個我是覺得沒有分正反面 就是你這個細件 但要穿到這一邊也可以 我平常那一大小背心的時候 都是那種正常的黑色 裸背心這樣 但是這一種不規則 兩面不對稱的設計 真的很好看 很不一樣 但又不會太辣 再來裙子真的是超級特別 它的料質呢 跟這一件外罩是一樣的 都是那種有紋理感的奶油色 它穿的時候裙頭是超寬鬆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 很多深型的人都可以穿 但是它完全沒有彈性 所以是要注意一下尺寸表 它就搭配這個皮革的繩子 我以為它是一般的那種斷帶繩 它是皮質的 交錯的綁到右邊來 然後它這邊還有多做一片那種布料的折子 比較有造型感 裙頭的地方呢你把它綁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拉出一點點 小荷葉的Feel 如果你不想拉也是OK 那側邊有做隱形拉鍊 因為呢我是有折過來 這裡又多了一個折子 就會有一種垂墜感 垂墜效果很漂亮 超級豐富的一件好搭裙子 單看它會覺得 喔太多設計了 感覺是不好搭的 它多但是我覺得不會到不耐看 反而因為它是這種奶油色 跟它的材質關係 你要配T恤可以 你要配襯衫可以 特別但是好用 只是說唯一比較要注意的是 因為你是綁繩 只靠綁繩綁緊的話 你手動 你伸展 你活動 繩子一定會鬆 我覺得這隻是比較要注意的 可能就是要隨時去調整它這樣 再來鞋子的話 因為鞋子我今天才第一次穿到 所以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說 喔它耐不耐走 但是呢它穿起來的形式很好看的 很時髦很俐落 加上它又是那種方頭 超愛方頭 方頭的穿起來就是時髦 目前我這樣穿感 它的厚度 我整個腳背的 厚度是很好的 但是呢它的底是沒有那種蓬度的喔 應該很多人喜歡穿那種 有一個蓬度 是完全平的 這雙是25號 我平常穿24號 那這一雙要大一號 因為我現在大一號 是很舒服很剛好的 好喔 今天的伴娘幫我搭 全部都已經穿完囉 最後呢我們就來聊一下 每一家 我覺得最推最推很值得購入的 一件單品 就只能選一件 不是一套 是一件 我們就是從Soci's好了 就是這三四樣單品 只能選一件的話 裙子 真的很少 姐會覺得 哎呀我錯過它 是不是就再也找不到它了 那種感覺 我剛才忘記提醒大家 這件裙子 因為畢竟它是這種很淺的 奶油米色系 所以呢 你的小褲子還是要穿淺色的 比較好 它那裡也是淺色薄薄一片的 黑內褲一定會有一個痕跡 有一個印子 所以還是要穿淺色系 再來是Puzzle 好難喔 以T-shirt來說 這件真的是太Q太Q了 又舒服又好穿 所以我應該也是會選這一件 minimators 我會選擇的是 透膚短袖上衣 因為它有我很喜歡的荷葉設計 但是又不會太夸啊 這樣就是只有領口跟 袖子的小小的邊緣 透沙感的 居然可以很柔軟輕膚 完全零刺癢 很難得 因為我真的買10件 可能會有6件會刺 而且這個可以配很多東西 很多變化 好那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單元 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的方法 就是繼續拍片 這邊是我IG跟臉書 也記得趕快來追蹤囉 那也別忘了就是 如果你想要看其他的網拍 哪一家網拍 哪一家百娘穿搭 你就可以在下方留言敲碗跟我說囉 那我們就顧幾天見 下次見 掰掰